在我们《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我们多次见证过一项运动 这项运动其实在中国已经有超过千年的历史了 那就是跳绳 说到跳绳 大家可能立刻会想到前几季《挑战不可能》当中 那个以一抵舞的光速少年岑晓菱 还有兼具耐力和速度的黄俊凯 包括我们见识过的那些多人协作 需要默契地像一个人一样的多人跳绳项目 所有的这些项目 尽管跳法不一样 尽管展现出的速度和力量不一样 但是我们从这当中都能感受到 我们的挑战者那种坚定的信念 以及那种永不放弃的精神 今天我们将为大家呈现一场 综合了单人多人以及多种跳法的一个超级比拼 让大家感受一下跳绳的魅力 他们将通过比拼争夺我们本期的跳绳挑战帽 今天我们来到现场 一共有九支队伍 这九支队伍来自于全国八个不同的城市 可以说他们真的是全国跳绳爱好者当中的高手 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这九支高手代表队出场 欢迎你们 朝气蓬勃 让我们感受到了今天这一场即将进行的比拼 一定会是非常激烈 所有的这些队伍当中 我也知道藏龙卧虎 很多的队员都曾经在大赛当中 取得过相当了不得的成绩 拿过全国冠军的有多少 我的天哪 这些孩子在国内外的赛场 我都经常看到他们 确实是中国跳绳竞技当中的风云人物 这都是 他们都九尖沙场了 那陈老师 我们中国的跳绳 在全世界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 应该是文明全球吧 我们这场地呢 对他们来说可能会略小了一点 但是我们比赛的花样 其实非常的多元 是每个项目都会比到 所以最终选出来这个挑战王 一定是全能挑战王 有一支队伍我非常熟悉 重庆乾江队 这支队伍应该是第二次来到我们挑战不可能了吧 上一次来的时候 好像在比拼当中 留下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对 重庆乾江队是在我们挑战不可能 第三季的时候来踢馆过 当时真的是车轮战 那时候体力已经不支了 所以最终惜败 那这一次呢 其实他们也想证明自己 今天他们带着极大的信心 又重新站回到了挑战不可能的舞台上 祝你们成功 加油 今天来到现场的 有一支据说实力超强的 是你们吗 山东卓越队 说你们是大魔王级别的 但你们仨长得也不像大魔王啊 我听说第一关是要比拼速度 你们当中谁的速度最快 他 第一关你有没有信心 能够把自己的队伍带入第二关 第一关是我跳 第一关是你跳啊 不让速度最快的跳啊 他不是很稳定 现在队友们已经直接开始拆台了 那你有没有信心带着队伍进入第二关呢 有 好 另外还有一支队伍引起了我的注意 你们好像是今天全场所有队伍里面 唯一一支全是女孩子的队伍咧 北京海棠的 为什么叫海棠的呀 因为我们学校的校花是海棠 哦 学校的校花是海棠 而且我发现你们三个 好像年龄是不比他们多小啊 你们大概是多大年龄 十岁 今天你们跟这么多高手 哥哥姐姐在一块儿比拼 心里会不会打鼓啊 有点压力吧 但是我们现在还小 进步的空间很大 你说得特别好 现在你们年龄还小 这一次来呢 发挥出你们最好的实力 祝愿你们今天取得好成绩 加油 谢谢 接下来要进入的是第一关 正式挑战 叫做单人单摇赛 将通过抽签的方式 将九支队伍分成三组 每一组三支队伍进行比拼 我们这个箱子里装有红黄蓝 三种颜色的号码球 抽到同一个号码的 你们将成为一组 然后颜色是稍后你们在挑战过程当中 使用的场地的区分 你先告诉我 你特别不想跟谁抽到一块 吉林乐跳 为啥呀 他们跳得最快 吉林乐跳队是我们这次参赛的九块队以外 最快的一个队伍 就不想分在一起 胜算几乎是没有的 第一关最大魔王的一个队就是吉林队 所以谁都不想跟他们抽单一队 因为他们第一关所向披靡 那就看你手气怎么样了 你先抽吧 来 一号 一号 一号是吉林乐跳 重庆光速和山西乐舞 抽到二号的北京海棠 重庆乾江江苏绳童 抽到三号的四川跳课 山东卓越 沈阳牡丹 无论碰到什么样的对手 你们都要尽全力 去发挥出自己最好的水平 祝你们都能在第一关挑战成功 接下来给大家宣读一下 第一关的挑战规则 第一关 每支队伍派出一名队员 进行单人单摇 三十秒速度赛的比拼 每一组成绩排在前两位的队伍 将直接晋级 第一关共有六个晋级席位 接下来我们 有请九支队伍的队员 商量一下你们要派出的人选 与此同时也稍作准备 我们即将开始第一关正式挑战 这一关的选人就很重要 因为一个人的胜负代表着这一整队进不进击 是的 他需要选手在极短的三十秒里面 爆发出最快的速度 对于这个选手的身体素质 爆发力 耐力 整个技术的体系 还有这个年场发挥要求特别高 他也像田径比赛当中的一百米跑 看似很简单 但其实是一个运动员能力的一个表达 从各个队都是综合能力和速度方面 有着优势的选手出场的 都应该是这个队当中的一号选手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一组参与挑战的三支队伍 回到场上 有请 第一组就是高手出场 大家都不愿意碰到他们 你们会派出谁来参与第一关的挑战 爱他是因为他快还是他稳定 还是他又快又稳定 又快又稳定 你不能这么表扬自己 你得让别人说 对 又快又稳定 王嘉然是世界跳绳大师的称号 大师意味着什么 他从三个维度来评比 三十秒速度 三分钟耐力 还有个人花样的总分 全能了 全能 而且王嘉然的爸爸 其实就是跳绳教练 他从小就接受这个熏陶 在这一项上面 他有一个绝对的优势 就是绝对的领先者 绝对的领先者 速度非常快 我们第一关的实力是非常强的 不害怕任何队 你们呢 你们派谁 你 为什么派他 他速度比较快 也很稳定 重庆光速队这个名字 听起来就觉得他们速度飞快 确实在过往的比赛当中呢 他们曾经以单脚391下的成绩 打破过男子组四成三十秒 单摇跳 压锦赛的记录 所以快是这一队最大的特色 所以他们就叫做重庆光速队 我最不想出道的就是吉林乐跳队 既然出道了 我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 战胜他 你们派出的呢 好 是你 为什么派他 因为他的速度快 耐力也好 三十秒钟 到大概什么时候 你们会觉得体力会有点跟不上 二十秒以后 二十秒以后 也就是说最后十秒钟 其实也是要比拼耐力的 对 山西队来自山西平顺县 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才刚刚脱贫 那个地理位置是属于三山甲两沟 所以交通很不方便 其中有两个小朋友是第一次来到北京 面对重庆光速队 吉林乐跳队 他们两队的时候 我还要50%的把握 可以有 每一支队伍都派出了 他们认为自己最放心 最踏实的一位选手 因为他们知道 在这一关 九支队伍只有六支队伍能够晋级 所以他们的目标是 要让这一个队员通过三十秒担摇 把自己的队伍送进第二关 那么接下来 我们的挑战就要开始 这三支队伍当中 哪两支可以晋级下一关 我们将用挑战的数字来说话 为了保证我们的比赛公平公正 我们请到了国际裁判 齐景龙 徐全华 白延波 胡绍勋 余大伟和许凡 来为我们见证本次挑战 那么接下来交给各位 你们可以开始进行准备 同时我们有请裁判就位 我看大家采取的这个跳绳的姿态 都是一致的 对 他们把身体的重心下压 下压的目的呢 是为了更加容易发力 把这个身体的运动半径 变得更小 运动半径少了 它多转一圈了 更快 对 这个时候心理数字特别重要 因为只有三十秒的机会 不如我任何一点点失误 哇 马上要开始了 来 我们一起看看第一关的比赛 三十秒竞速 我们看到身穿蓝白服的 是来自于吉林乐跳队的 王嘉然 二零一九年的 中国跳成国际公开赛的 世界大师级的选手 被认为是第一关当中的大魔王 三位挑战者准备好了吗 好 接下来由我们的裁判员 来为我们宣布挑战开始 我宣布 挑战开始 排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好 开始了 哇 这个速度非常快 我都看不到绳子了 我从肉眼看他们腿摆动的频率 我其实看不出来谁更快一点 二十 小马达 哈哈 接着从现在已经出现的数字看 吉林乐跳队的这个成绩开始领先了 他的整个重心往下压 核心肌群在发力 过了15秒以后 我觉得大家的耐力进键达到了一个需要保持的状态 三个小伙子站在台上都气喘吁吁 别说你们跳得累 我在旁边看着我都觉得累 尤其到最后几秒钟的时候真的是体力耐力意志力都得要坚持住 再次把掌声送给三位 各位看到的大屏幕上的数字呢 是我们的裁判记下了挑战者单脚跳的数字 最后确认成绩的时候要把这个数字变成双脚 要乘以二 接下来我们就要有请我们的裁判员通过回放的视频 对于他们每一位的成绩进行最终确认 在国际规则当中 因为选手的速度很快 裁判员在现场数两个脚的是数不来的 所以他就数单脚 数单脚 然后再乘以二 如果107现在应该是214 214 对对对 从这个效率角来讲 是不是这个腿的台的这个高度实际上是要控制 整个身体姿态控制很好的时候 他的这个双脚离地的间隙是比较小的 越小就落地越快 对对 王嘉然的这个身高好像比别人都稍稍高一点 对 是不是到一定的身高 会对成绩有所限制的太高恐怕不行吧 他这个身高会影响到 他的整体的运动半径 我们理论上来讲运动半径越小 速度可以越快 但是呢 他也不是绝对性的 因为他还取决于他的整个技术 还有他的体力爆发力很多因素 重庆光速队呢 其实他们的实力也非常强 也算是夺冠热门队 但是他们在第二关的实力会更好一点 所以第一关只要稳劲的话 第二关还是有这个实力去搏一搏的 对 如果这个成绩不发生很大变化的话 那山西乐舞队在这个比赛中已经处于被淘汰的这种局势当中了 但是他们已经很不容易了 他们其实训练包括疫情的影响停止一段时间 为了参加今天我们的这个挑战 他们非常刻苦地复训了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这个复训的周期很短 很短 这些孩子们腿啊脚腕都积水肿了 非常贫为了这次比赛 主持人成绩确认完毕 我宣布三西乐舞队最终成绩是181次 我宣布重庆光速队最终成绩199次 我宣布金林乐跳队215次 果然是一支高水平的队伍 难怪其他队伍不太想跟他们在一块 非常遗憾 我们的三西乐舞队没能够杀入到第二关 会觉得有点遗憾吗 他们的实力非常的强 我的实力也就是180 184或者180 所以你今天应该已经是 接近了自己最好的状态了 对 我一直在观察你 我能从你的表情里看出你全力以赴地 在迎接这次挑战 所以你已经拿出了全部的力量 去拼过了 对 韩瑞会不会觉得来了一趟 自己都还没上场 队伍就止步于此了 你现在心里怎么想 我觉得不会留下遗憾吧 因为我们都是来自山西省平顺县的孩子 跳绳让我们走出了大山 开拓了我们的视野 还让我们看到了外面更广阔更美丽的世界 我们之前也特别喜欢看《挑战不可能》这段节目 也一直梦想着能来到这个舞台 但是又不敢想 在接到节目组打来的电话时 我们特别兴奋 特别激动 一晚上都没有睡着觉 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 就没有给自己留下遗憾 说得好 跳绳不仅仅是一个运动 跳绳也是一扇窗口 通过跳绳这扇窗口 能让你看到更广阔的世界 交到更多的朋友 学到更多的东西 更重要的是打开这扇窗户 能够让你感受到更多的快乐 是吧 跳绳更多的是让人能够享受 这项运动带给你们的快乐 所以这个时候 尽管没能够晋级到下一轮 但是我想你们三个人的这支队伍 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未来也还有很大的空间去提升 继续加油 谢谢山西岳舞队 接下来你们将继续观看 其他队伍接下来的挑战 再见 加油 他们太强了是不是 掌声祝贺吉林乐跳队 重庆光速队 晋级下一关 请进入晋级席位 进入第二组 让我们请出第二组三支队伍出场 第二组的三支队伍也都做好了准备 我想问一下 每一支队伍分别是由谁来完成第一关的挑战 江苏绳童队由谁 马成明 你是想一战成名 马到成功 这个马成明也是19年的挪威世锦赛的金牌得主 对 他是双人项目当中 双人同步 双人同步花样 对 马成明将代表江苏绳童队完成第一关 你们呢 好 绕潘 重庆前江队在2018年上海世界跳绳锦标赛上 以677队的成绩打破了14岁混合组 4成45秒交互接力的世界纪录 而且仍然是这项记录的保持者 我们派出的这个饶潘在之前其实是替补队员 但是在这一次比赛的前三四天才把它换成主力队员 也就是说这个团队刚刚开始磨合 而饶潘他也经历了一个身份上大的转变 他们三个人本身的底子相当好 可能这一组是女孩子最多的一组 是吧 9个参赛选手当中有5名是女孩子 这是我看到到目前为止 第一关出现的第一位女选手 但是很快就会有第二位女选手了 因为你们三个人不管谁出战都是女选手 你们三个选的谁啊 朱晨晨 晨晨跟我们预测一下 你觉得这三支队伍谁能够晋级 前江 那第二个名额呢 江苏 你们自己呢 回去了就 北京海棠队呢是全女生的一个队伍 而且年龄是最小的 派出的是朱晨晨 是一个特别乐天派的小姑娘 我每次看到她都是笑云云的一张脸 这个孩子精气神特别好 接下来给你们90秒钟 现场挑战队员开始进行热身 比赛当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 女孩子先天可能在速度上就有一定的力 他要挑战马成明男孩的那个 我觉得是挺难的 马成明的这个30秒 我们看他临场发挥 临场发挥 他还不一定比女孩子跳得多 还不一定 你就经不起任何一次失误 队战重庆前江一失误就 可能跳不过他了 虽然人家算不上最快的 也算上第二第三了 发挥出自己的常态就好 北京海棠队和江苏生同队 有把握能打败他们 好 三位挑战者都已经做好了准备 接下来我们有请裁判 来为我们宣布挑战开始 我宣布挑战开始 台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让我们看看男孩子女孩子的直接对决 快速达到最快的速率 好像朱晨晨的速率相对慢了一点点 是的 是吧 嗯 饶潘和马成明来讲应该是 暂时从这个技术来看是不分上下 起 好 失误了 马成明输了 你早就马上失误了 停 好 所以从您的这个角度来讲 确实我们原本认为是马成明作为男孩子 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 获胜希望很大 但出现了一次失误 从目前技术看 他就落后于饶潘两个 对 第二组的三位挑战也已经结束 有请裁判员确认他们的最终双脚成绩 我老觉得朱晨晨是不是年纪比他们略微小一点点 朱晨晨是十岁 刚刚上小学四年级 所以从总体的这个力量啊速度啊 对 和训练的专业度上 我觉得稍稍差一点 但是他会很有前途 他很综合的 他将来练花样啊 可能很厉害的 很厉害啊 我们仔细看一下三个人的动作都很标准 都是手腕在摇手 如果说三个人的动作和姿势标准程度上面 谁会更好一点 劳攀 你看劳攀的双脚离地 小而且落地快 重心非常稳定 这个绳饼的握是有讲究的 但是用这两个握手 其他三个是固定的 跳速度是这样子 跳花样是握的后端 在私底下接触饶攀的时候呢 他是一个蛮温柔的小姑娘 小女孩的样子 但上了赛场之后 眼神就不一样了 很坚毅 只要他不是 我们这次肯定能晋级 马成平你看就是 他在那边高了一点 做工会多一点 对 他的技术动作再优化一下会更快 你看失误了一次 他失误的时候我感觉有点慌 因为别人都没失误 我怕他的速度赶不上他们 会导致晋级失败 实际上他应该原来 大概领先他三个 但是呢因为失误 变成落后两个 落后两个 他就失误的那一下 可能丢掉了五个 主持人回放视频已播放完毕 我宣布北京海滩队 最终成绩是181次 你这个很强烈 你这才四年级啊 重庆前江队 最终成绩196次 你这个重庆前江队第一 他们太强了 他们是 江苏神童队最终成绩194次 晋级的两支队伍是 同庆前江队江苏神童队 祝贺两支队伍 请两支队伍的挑战者 进入晋级席位 第二组的整体的数字都没有超过200的 对 刚才王嘉然这个成绩真的是遥遥领先 我刚才看你自己在看回放的时候 你自己在那一个劲儿里乐 你在笑什么呢 我在笑就是虽然没能真正的 就是打破自己的记录 但是我达到了自己训练的最好成绩 你在笑是不是觉得看着自己跳得还挺漂亮的 不是 我在笑自己挺身的动作 有点肉嘟嘟的 有点肉嘟嘟的 不都说跳绳减肥吗 没有了 你们的身材都可棒了 我在上面看 每一个人的小腿那小肌肉 很遗憾 你们没有办法进入下一关了 回去好好训练 好吗 好 谢谢你们的到来 谢谢北京海棠队的孩子们 谢谢 再见 这三个小股呢 在离开的时候还是乐呵呵的 对对对 感觉真的很享受跳绳这个过程 而且跳绳带给他们的是一种 乐观 自信 勇敢 而且挑战完全是尽力了 已经照顾朱晨晨说的训练水平了 对 接下来我们还剩下一组三支队伍 掌声请上舞台 问一下三支队伍分别都有谁 来完成这一关的挑战 举手示意一下 李洪嘉旭 这是沈阳队的 这是我老乡的队伍啊 你们队我已经知道了 因为李可豪速度虽然快 但不稳定 所以由王瑞阳 来完成这一关的挑战 你们呢 好 张文静 有没有信心能够带领队伍进入第二关 有 祝你们成功 感觉这一轮比拼应该非常精彩 这三个小男孩感觉卯足了劲啊 对 三支队伍有90秒钟进行准备 现在可以开始热身 其实沈阳对于跳绳运动的开展 还是非常普及的 他们的学校呢 就是跳绳试点学校 这个四川跳课队的三个小朋友 父母特别希望通过跳绳 能给他们带来点挫折教育 告诉他们你们要在魔力当中成长 失败了 一定要再来 越挫越勇 所以我们说过 跳绳是一项很好的培养 逆伤的运动 逆伤就是抗挫折 抗逆劲 山东卓越队能从这个个头上看出来 他们是个子最高的 但是年龄呢都是12岁 公认的强敌也是在第二关当中的大魔王 所以在第一关如果能够顺利晋级的话 第二关应该是无人能敌的 王若阳 2019年世锦赛的这个夺冠当中啊 有这个个人花样的冠军 也有这个三乘四十表的 交互绳的接力冠军 他在速度和花样方面 都有自己的专长 是非常均衡且全能的一个选手 对 拿到七块金牌 一块银牌 四川跳课队和那个沈阳牡丹队也很强 所以山东队必须不坏才能拿第一 三个人三强相遇 挑战者们 做好准备了吗 好 有请裁判员为我们宣布挑战开始 我宣布挑战开始 裁判员准备 运动员准备 预备 跳 好 进入比赛状况 现在比赛一开始就进入个高速的对抗当中 分数咬得非常紧 嗯 沈阳牡丹队的这个成绩紧紧地追着山东桌队队 大体 四川跳河队的张文静应该也是队中的绝对主力 出现了失误 你失误了一个色 啊 行 有失误了 有失误了 掉上霸肯定就没有失误了 对手的调整耗时过多 看来已经是山东桌队队和沈阳牡丹队之间的直接对抗 第一 跳课队队的这个队员应该是紧张了 张文静去年二月份才开始接触到这个跳绳 所以训练时间才一年 肯定我们跳的最少 没得说 很懊恼 三位挑战者都已经完成了这一关的挑战 但是我刚才看见跳课队的文静 好像出现了几次失误 连绳都扔了 但是最终的成绩 我们还是要由裁判员来进行确认 其实看慢放这三个队伍所派出的主力队员 他们的核心也都是非常稳的 是的 几乎中间的位置是不动的 张文静出现了失误 刚开始十秒钟的时候 我就觉得他速度非常快 我觉得我们的胜算还是有的 后面我感觉他比较慌 觉得自己跳的没有那么快 一直失误 高速运转的竞赛过程当中 对这个选手技术的基础底子 要求相当高 固线手柄脱手 在比赛当中他会耽误你很多时间 丹东卓越王瑞阳这个选手 他的基础非常扎实 而且他的连场发挥的状态也很好 他也经历过大赛的洗礼 心理素质非常好 这个王瑞阳世锦赛的七块金牌得主 日常的训练是六到七个小时 他们都是练了大概有三到四年的时间 他们真是在一个小时一个小时 分分别忘的魔力之中 才能让自己的水平提高如此之快 山东队是今天比赛当中 能够夺得挑战王的一个重子队伍 嗯 主持人 成绩确认完毕 有请裁判为我们宣布 本轮三支队伍的挑战成绩 我宣布四川跳课队最终成绩是134次 山东卓越队最终成绩195次 水阳牡丹队最终成绩193次 根据我们的挑战规则 挑战晋级的两支队伍是山东卓越队和沈阳牡丹队 祝贺两支队伍请进入晋级席位 刚才发生了什么 第一次失误过后就特别紧张 要这样拼命的跳快 但是越是这么想就越要失误 你平时训练最好成绩大概是30秒单摇是多少 96对 所以那就应该是192左右 完全是有竞争力的 但是因为输 所以可能今天就比较遗憾了 那现在你会觉得有点失望吗 肯定会是有一点失望的 但是这也不能怪他 我觉得他已经很努力了 还是会鼓励他 还是会信任他 所以文静此刻想对两个队友说什么 谢谢你们对我的信任 我以后会继续加油 尽量减少这种情况 我相信今天这一次挑战 对于你们这支队伍来讲是一个宝贵的财富 在未来你们会把这一次挑战 面对的困难和挫折 面对的困难和挫折 作为未来你们前进的动力 期待着未来 还能看见你们这支队伍 取得更好的成绩 加油 谢谢你们的到来 再见 谢谢 我们非常遗憾地送走了三支挑战的队伍 但是高手相遇 自然会有高下之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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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